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花旗正确分析师看好在辉达NVIDIA带动之下 台积电今年AI相关营收渴望显著成长 辉达甚至有可能超越苹果,成为台积电最大客户 贡献台积电营收比重将翻倍至20% 彭博汇整的供应链资料显示 台积电目前最大客户为苹果,营收占比约25.2% 辉达占比则约为10.1% 除了辉达外,花旗分析师指出 未来两至三年内专为AI设计的特殊应用ASIC需求强劲的成长动能 也将进一步支撑台积电业绩 此外,多数AI晶片将自2025年底开始升级至300米生产 随着技术提升带来更高平均售价 ASP有助台积电获利成长延续至2026年 花旗预测,台积电将设下2025年营收年增20%至25%的目标 毛利率维持50%以上高水准 2025年资本支出预计将介于350亿美元至380亿美元之间 尽管各界预期在PC与智慧手机等搭载AI功能的装置上 AI将在2025年大放异彩 但专家认为,美光,惠普及戴尔等业者最近发表的财报 均透露消费者装置端AI的审慎氛围,传统PC和智慧手机业务依然疲软 2025年仍将以资料中心的云端AI为主流 辉达也将继续受贿 辉达知道黄仁勋打造晶片帝国引领 AI浪潮的秘密作者Taking认为 2025年资料中心的云端 AI可能继续成长至新高度 因为云端AI的效能和效益远高于装置上AI 而且现在每台装置都能联网 除了从传统中央处理器CPU转型到仰赖绘图处理器 GPU平行系统的趋势火热 2025年的AI成长还有其他趋励 包括能完成多步骤任务的AI代理人更进一步发展 以及处理图像影音和音讯的多模态AI模型扩张 还有允许AI模型更透彻研究 推论及反思的测试阶段运算技术进步 Tim还说 所有这些发展都需要更多的挥达GPU运算能力 显示挥达将继续收割AI成长的成果 并且加回伺服器制造商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等供应业者 超微AMD的GPU晶片在技术上虽能与挥达竞争 但缺乏挥达CUDA平台的软体成熟度 在提供完整端对端资料中心解决方案的能力也较弱 难以全面提供能够统整为更大规模GPU从级的优化硬体 系统及网络技术 因此超微可能还需要努力一段时间 才能追上挥达10年以上的软体优势 与此同时 台积电目前正与苹果 挥达和DMD等全球科技巨头进行制程测试 预计苹果将率先采用2奈米制程进行量产 2奈米工艺是尚未进入晶圆代工产业量产的先进制程 全球晶圆代工厂如台积电 三星电子和Rapidus正在竞争这个市场 而台积电在客户获取和良率方面被评估为领导者 目前台积电实际上全部吃下了用于iPhone和Mac系列等新产品的先进处理器生产 但问题在于 由于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产能尚未完全扩充 测试需求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客户公司可能需要支付高昂的价格才能实现量产 根据台积电披露的资料显示 2奈米制程在相同低压下 可以将功耗降低24%至35% 或将效能提高15% 电晶体密度比上一代3奈米 工艺高1.15倍 而这些指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台积电的新型全环绕炸机GAA 奈米片电晶体 以及NR-NinoFlex设计技术协同优化和其他一些增强功能实现的 台积电还将推出N2P制程技术 作为2奈米加速延伸 将为智慧型手机和高速运算HPC应用提供支援 预计2026下半年量产 此前一位台积电员工曾对外透露 其团队已成功将2奈米测试晶片的良率提高了6% 可为公司客户节省数十亿美元 而根据最新的爆料称台积电的2奈米良率稳定在60%以上 但价格可能非常昂贵 每片晶圆可能要价3万美元 为了降低过程价格并实现高效的流程运作 台积电需要确保足够的产能 虽然台积电已于竹科堡山厂 以小量风险市产2奈米制程约5000片 相关进展顺利 2奈米有望如期量产 后续高雄厂也将跟进量产2奈米 但是初期的良率和产能预计将比较有限 并且成本预计也将会很高 这或许也正是苹果推迟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原因 因此人们普遍预计苹果近年推出的iPhone17系列 应仍会采用3奈米制程 据摩根士丹利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2025年台积电2奈米月产能 将增加至5万片左右的量产规模 由于产能爬坡以及量率提升都需要时间 2025年苹果iPhone17系列的A19系列处理器 可能不会采用2奈米制程 只是会升级到3奈米家族的N3P制程 由于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产能有限 导致价格过高 预计最早采用这一制程量产产品的苹果 被迫延后产品量产时程 台积电正全力提升产能 以支援2奈米等先进制程的快速量产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表示 苹果预计将把用于采用2奈米工艺的 新款iPhone中使用的应用处理器AP的量产 延迟到2026年 这意味着苹果于明年下半年采用2奈米工艺后 才有机会将新款AP嵌入iPhone18系列中 总体来看 虽然目前台积电2奈米的市产良率 与该公司设定的60%良率的标准不相上下 但这也意味着生产的晶片中 有近40%是有缺陷的 由于每个晶圆的成本高达3万美元 苹果将A19Pro处理器采用2奈米制程来制造 必然将带来成本的大幅提升 并且可能初期的产能 无法跟上iPhone17 Pro和iPhone17 Pro Max的需求 这可能将影响这两款机型的出货 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 台积电正全力确保产能 台积电目前的2奈米制程 越产能越为1万片 据悉正投资扩充设备 目标是2026年前将产能提升至8万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